大家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侦察院频道。我是本期主播老黄瓜。我们频道中的故事均源于真实故事改编。部分故事中的人物可能会使用化名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就订阅我们吧。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故事。都说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可这次讲的案子,却是白云深处有恶魔。 金宝港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河镇。是一个小山丘。这地方说大不大。论高度也就只有百来米。可说小也不小。一个接一个的不高的山头连绵几十里。要在这金宝港上来回走上一遭。可不是见容易的事情。白云区位于广州市老城区的北面。是广州市十个城区之一。 这个区曾经是广州面积最大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域。同时也是广州市。社会治安最为复杂的地方之一。甚至可以称之为广州市社会治安的重灾区。 当地警方曾细称白云区为白云图场。今天这个案子。被称为白云区建区以来。最大的系列刑事案件。在1996年严打期间。与张志诚麻洋帮系列抢劫杀人案。 两枪一副犯罪团伙入屋抢劫杀人案。并称广州三大公案。而此案。就发生在这个不大不小的金宝港上。在1993年8月24日这天。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接到报案。 同河镇一名打石场的打工仔。在上金宝港后山砍竹子时。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具女尸。 1993年8月24日17时。警方开始对现场进行勘查。勘查于19时30分结束。死者女性。身高1.55米。年约20岁。下身赤裸。尸体高度腐败。腹卧在一条干涸的水沟处。 头东北较西南。双手背一条军用皮带捆绑在胸前。伸中共中三刀。凶杀无疑。估计死亡时间为一个半月。 据住在附近的民工级单位的人介绍说。金宝港平日里沿着小路爬山的人倒是不少。尽是些砍竹子的、八草的、修山坟的。 甚至还有些拍拖的人也往上爬。只不过他们一般都在山丘的那头。真往山里投走的人还不太多。金宝港虽然不大。但仅靠刑警大队的力量。 要搜遍金宝港不知道要花费多少时间。因此。警方从广州市公安局刑侦处。 调来了三条警犬。并从分局抽掉了三十多名刑警。加上同和镇派出所又派出二十多名刑警。 总共五十多人。沿着金宝港的山脚开始。拉成一个大网。对金宝港展开了一次地毯式搜查。 警方的本意。自然是围绕那具女尸。搜查一些可疑的物品用意破案。但令他们震惊的是。仅仅搜查了十五分钟。 在离发现第一具尸体的地方。还不到一百米的水沟。居然又发现了一具尸体。还没来得及缓过神来。 在发现第二具尸体的水沟的另一头。警方又发现了第三具尸体。警方震动。 在方圆不到二百米的地方。竟有三具尸体。金宝港不就是成了屠宰场了。三具尸体无情地摆在了警方的面前。 在两座山岭之间的山沟中。发现两具无名尸体。现场保护较好。两具无名尸体位于山沟的草丛中。相距一百零五厘米。 北部尸体俯卧状。已严重腐败。头部已成白骨状。头发已经脱落。颈部缠着两圈裙带。在颈背后形成一个活节。 尸体裸露。上身有一白色纹胸被捋至腰部。躯干形成湿蜡状。 南部尸体已成白骨状。成仰卧状。躯干裸露。尸体骨头已长青抬痕。颈部被一条军用皮带缠绕一周。在颈后背形成一个死结。尸体仅存一个纹胸。 颈方推断。北部尸体北女性。身高1米5。年龄大约22岁。裸体。 是贝勒警窒息死亡。死亡时间约半个月了。南部尸体异为女性。身高1米66。年龄大约20岁。短发。颈部贝勒窒息死亡。死亡时间大约为三个月左右。警方立即对此案成立了专案组。案件被定性为金宝岗女尸系列案。广州市罕见的系列杀人大案拉开序幕。从现场的情况来看。 这三具女尸。很可能是同属一个或是一帮人所为。是奸情杀人。而从三具女尸的衣着来分析。很可能与社会上的暗昌有关系。因此警方决定先组织人力。重新搜查现场以及附近的山头。力求把现场的情况弄得详细一些。 分局刑警大队和派出所共同组织人力。对现场附近的单位。公棚及赞助的人员进行访问。看有没有人看见有人带女的。特别是带那些像暗昌的女人进山。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。暗犯带女的进山不会是走路来的。应该有交通工具。这些都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去查。正当警方分析开会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。 同和派出所的所长突然汇报了一个情况。顿时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。五月的一天。同和派出所接到群众的反应。说在金宝港的山腰上。有一个女的受伤昏迷不醒。该女子后来。被送往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去治疗。 现在想一想。莫非那个女的也是被人带到山上奸杀。会不会因为命大梅被杀死而幸存了下来。专案组立即决定。将此事列为重要线索。 派专人查访。同和派出所民警罗炳安是当时现场处理者。他回忆5月22号。他赶到金宝港的山腰处。发现那个女子全身赤裸的躺在草丛中。 头部有被人敲打过的痕迹。见他还活着。便将他送到了军医大的附属医院进行抢救。由于他一直昏迷不醒。所以并没有做问话笔录。过了几天再到医院看他时。医生告诉他那女人醒了。大概是因为没有钱的缘故。自己要求转院。后来就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。专案组立即赶到军医大附属医院。 在急诊室里。他们从一大堆病例当中。翻出了那个受伤女人的病例。女人名叫郑富英。女27岁。湖南省淮化市人。禁院时脑部受伤昏迷不醒。经过抢救度过了危险期。 后来因为没钱。主动要求转院。警方通过与湖南省公安厅联系。找到了郑富英的详细地址。立即抽掉金干力量赶赴湖南调查情况。另一方面专案组组织人员。 对金宝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山。也有了意外的收获。在发现三具女尸的现场附近。 减获了一张身份证。身份证上的人名叫陈慧先。女21岁。 湖南省湘潭县享堂香双湖村人。另外还有一张。 由海珠区新教阵发的外来人口赞助证。证上的人名叫范璐财。在陈慧先的身份证旁边。 还发现两张旅店的收据。是一家在天河区天平架附近的。名叫天桥旅店开出来的。在收据的附近。还找到了一张纸条。 警方认为这些都是重要的线索。决定一边去查范璐财。一边去查陈慧先。两路同时进行。 陈慧先方面。警方找到了天桥旅店。但是无论是老板还是服务员。都不记得收据是开给谁了。看过陈慧先的身份证。也不记得此人是否在店里住过。 毕竟这是一家小旅店。住宿的客人从没有登记过身份证。旅店的人对自己的客人一无所知。为了保险起见。警方又查遍了天平架一带的旅店。最后都没能发现陈慧先的行踪。 另一路。警方来到海珠区新教镇。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。他们很快找到了范璐财赞助证上。所写的那间出租屋的主人。那主人见问起范璐财的情况。脸上露出一丝不屑一顾的神情。 原来。那个范璐财非常好色。经常带些女人回出租屋睡觉。主人怀疑那些女人都是暗昌。怕出事情。就把范璐财赞跑了。专案组一下子兴奋起来。范璐财的赞助证留在金宝港上。 说明这家伙肯定带过女人上去。非常的可疑。警方抽掉大批人马。全力投入到查找范璐财上。同时专案组决定。同河镇派出所继续在现场附近。 配合破案。湖南方面。警方历尽千辛万苦。终于在湖南深山区里找到了郑富英。此时的郑富英头上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。光光的头上。还留着几个凹下去的坑。软软的。摸上去致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。也许是被打伤脑袋的缘故。郑富英已经变得有些傻傻的。说不出完整的话。 也写不出字。只会傻傻的笑。警方宜偿耐心的和郑富英交谈起来。在郑富英妹妹的配合下。他们终于将郑富英在广州所遭遇的厄运。给弄清楚了。5月1日。郑富英南下深圳找工作没找到。后来便回到了太和镇的谢家庄。靠帮别人推销水泥为生。5月22号这天。 他跑到沙河街的沙河百货商店。附近的服装市场买东西。这时一个40多岁的男人凑了过来。 郑富英与他聊了起来。那个男人对郑富英说。他认识一个工地的老板。正准备买水泥。 郑富英一听顿时高兴起来。于是郑富英就跟着这个男人走了。 这一走就直奔去了金宝港。上山没多久。郑富英就觉得不对头。但是那个男人已经露出凶狠的神色。 见郑富英挣扎就掏出一只罗纹钢枣。朝郑富英的头上猛敲了几下。郑富英一下子就倒在了草丛中。 等他醒来的时候。就已经躺在了医院。郑富英给出了那个男人的相貌。身高1米65。年龄大约40多岁。 薛瘦、尖脸、颧骨高。有点不长得胡须。穿着一件长袖的衬衣。习惯扣着衣袖。嘴里说着一种不纯正的普通话。 寻找陈慧仙那组的工作进展的异常顺利。警方来到湖南省湘潭县享堂乡。很快就找到了陈慧仙的家。只是不凑巧的是。陈慧仙到亲戚家串门去了。第二天再去便找到了陈慧仙。警方做通了陈慧仙的工作。 他表示愿意到广州协助刑警破案。于是警方带上陈慧仙回到了湘潭县。与郑富英小组会合后回到了广州。陈慧仙的陈述她8月初。 在家乡结识了同乡一个叫王思思的女孩子。两人结伴来到广州。就住在沙河天平价附近的那家天桥旅店里。 白天和傍晚就跑到沙河百货商店。和沙河电影院附近拉客。以卖银为生。8月12日那天傍晚。两人又来到沙河百货商店门前拉客。这时候有一个40多岁。自称是工地包工头的男人凑上前来。问他俩是不是做生意的。 两人虽然见这个男人长得一副尖脸。颧骨高耸,满脸狡黠。但总比没有生意好。于是便答应去男人所说的工地去做。没想到这一走。就被带上了一座小山岗上。 事后陈慧仙才知道。那小山岗就是金宝岗。走到半山腰时。 那个男人突然脸露凶光。手里掏出一把折叠式的小刀。鹤令他俩脱掉身上的衣服。那个男人先用王思思脱下的健美裤。将王思思双手绑住。然后用自己腰上的军用皮带。反绑陈慧仙的双手。就在他绑陈慧仙的时候。王思思趁他不注意。站起来往山上跑。 那个男人马上去追。陈慧仙一看机会难得。也朝另一个方向跑去。这才脱了身。脱身之后他不敢报案。直接回了旅店。等了好几天也不见王思思回来。他知道凶多吉少。就匆匆退了房间返回了湖南。经过陈慧仙辨认。金宝岗的第二具女尸就是王思思。根据陈慧仙的描述。 行针处的画像专家。替那个凶手描了衣服模拟像。40多岁的年纪。身高在1.65米左右。 薛瘦尖脸、双眼皮。颧骨高。嘴唇上长有一些胡须,不长。 踢着一个平头。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衣。衣袖的扣子是紧扣着的。 手腕上还戴着一只不锈钢的手表。把这幅画像。与郑复英所描述的凶手特征一对比。简直是在说着同一个人。 根据他们两人的陈述。这个凶手都是在沙河百货商店附近一带。将人带上山的。 警方立即决定派一个精干小组。带着陈慧仙在沙河百货商店附近打服。 争取将这个凶手辨认出来。一举情获。 警方信心满满。金宝港一个伏击组。沙河百货一个伏击组。再加上看过凶手面貌的陈慧仙。此案必将迅速破获。就这样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。一个月、二个月、三个月。 时间一晃就到了1994年。初春的广州寒风刺骨。沙河伏击组还好说。金宝港的伏击组真是吃尽了苦头。 艰辛一言难尽。陈慧仙那边也是没有了尽头。几个月都在沙河百货商店转悠。别说是他。连警方的人都已经变得神经麻木起来。 难道当初的判断有误?难道凶手不会再来沙河百货了?专案组决心克服一切困难。坚持把两个伏击组继续下去。争取能够早日抓住凶手。这天。警员戴炳根负责与陈慧仙搭档。他们来到沙河百货转来转去。就转到了沙河电影院附近。陈慧仙望着电影海报栏出神。 毕竟他只有二十多岁。这样转悠的生活。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。戴炳根望着他的背影。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时电影散场了。电影院一下子涌出了许多人来。 他们从放映场的小门口里走出来。朝大门口涌过来。戴炳根正要将恋恋不舍的陈慧仙往外拉。突然发现他的身子。 正在不停地颤抖着打着哆嗦。戴炳根不由地将陈慧仙拉转身来。问他发生了什么事。陈慧仙脸色大变。一股极度恐惧的神情充斥着他的那张脸。战战兢兢地说看见他了。他就在那。 一边说一边指向散场的人群。说就是那个老头。戴炳根顺着陈慧仙指着的方向望去。还真有个老头。那个老头看上去有四十多岁。黑黑的皮肤。身高在一米六十五左右。 削瘦的脸床。下巴尖尖的。两脸颊的颧骨高秃。嘴唇上还留着一点不长的胡须。踢着短发。最重要的是。在初春的时候。他竟然只穿着一件长袖的衬衣。扣着袖口。这就是跟陈慧仙和郑富英所描述的。 那个变态的杀鸡凶手的外貌一模一样。戴炳根的脑海里嗡的响了一声。二话不说。跟小组其他几个成员打了个手势。就把这个老头请进了派出所。审讯事理。警方对此人进行了严密的侦讯。老头交代他叫贵姿佑。湖南省七阳县人。县年四十三岁。当时在广东的新惠县一个建筑工地里干活。 是那里的民工工头。并承认他在沙河电影院附近叫过鸡。警方欣喜若狂。立即派人奔赴新惠县。他所说的工地进行搜捕。没想到在他屋内的木柜里。发现了一条军用皮带。在审讯过程中。专案组专门从事公安局请来的预审专家。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。贵姿佑对那种替着短发的暗昌。 有着说不出的好感。他所叫的暗昌。无一例外都是剃着一头短发的。而金宝港上发现的三具女尸。全部都是剃着短发。专案组感到越来越接近迷雾的尽头了。 最后需要的做的。就是立即派人赶赴湖南做郑富英的工作。让其来广州进行最后的辨认。郑富英到达广州的那天就来到了看守所。 他远远地瞧见正从监仓里走出来的贵姿佑。顿时激动起来。咧着嘴不停地喊着窝窝的声音。陪同他的丈夫在一旁翻译。说那就是害他的人。 专案组下定决心。加大审讯力度。力争把案情审个水落石出。没想到的是这一审。就审了两个月之久。贵姿佑始终不肯承认有过杀鸡行为。而专案组目前手中的证据。也只有那根军用皮带。虽然经过化验。但从皮带上找不出任何有利的证据。这样就无法充分证明。 贵姿佑就是那个杀鸡的凶手。警方将最好的预审员。在配上有着多年审讯经验的刑警。但是仍然不能撬开贵姿佑的口。最让警方泄气的是。他们重新找来陈慧先和郑富英。让他俩重新辨认贵姿佑。这回陈慧先仔细地看了看贵姿佑后。犹豫了一会才说。他剔了光头。看上去有七八分相。 而郑富英说的更可怕。说他有两三分相。案情一下子就掉到了低谷。正在这时。公安部研究所做出的痕迹鉴定发到了广州。鉴定书上写道。 据反复对比。初步结论是。郑富贵姿佑的血。与现场遗留的足迹无一相似。专案组在连开了数次会议并激烈讨论以后。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。释放贵姿佑。同时金宝港山上的腹肌继续。 外围的线索继续查。必须坚持下去。两天后。被白云分局审查了几个月时间的贵姿佑。踏出了白云分局看守所的大门。 同和派出所的副教导员庄红。在金宝港系列女士案中。充当着一个说起来非常尴尬的角色。金宝港上发现第一具女尸的那天。正是庄红值班。陈慧先跑到派出所报案那天。也是他值班。三具女尸被搜出那天。还是他值班。这种尴尬的角色。令其他警员见到他值班。 就打电话给他开玩笑。问他今天拜神了没有。虽然说刑警队的人很快抓到了贵姿佑。而且那杀鸡的事件就在没有发生了。但没想到的是。几个月后。刑警队的兄弟就告诉庄红。因为证据不足。贵姿佑已经被释放。这令他整天提心吊胆。默念金宝港上可别又出现杀鸡案了。 这天夜里。又轮到庄红值班。就在他准备吃饭的时候。突然有一名二十来岁的女子跑进值班室。 慌慌张张的说报告警察。她在山上被一个男人强奸了。女子指着手说就在那座山。 庄红脑子嗡的一声。顺着那女子指着方向望去。那座山不就是金宝港吗?原来。该女子名叫李芝兰。也是一名暗昌。傍晚时分。她在沙河电影院门前。 懒了一个老头。那老头带着她走到铁路边。坐上通往南湖的小巴。过了军医大学后。那老头带着她下了车。 从红云化工厂旁的那条小路上了金宝港。到了半山时。那个老头顿时变得凶恶起来。卡着她脖子企图强奸她。她不甘心。便尽力反抗。 在反抗的过程中。她的手在地上摸了一块石头。朝老头的额头打去。那个老头顿时流出血。趁此机会。 她挣脱了老头往山下跑去。又是老头。专案组接到消息后。马上赶到派出所。将贵姿佑的照片拿给李芝兰辨认。没想到李芝兰一下子跳了起来。指着相片大声地说就是她。警方面面相觑。难道他们放错了人?专案组当即派人驱车。赶往新惠县查找贵姿佑的下落。没想到在那个工地上。 居然真的找到了贵姿佑。同时她工有作证。贵姿佑在这几天里。都没有离开过注入工地。警方将贵姿佑带回广州让李芝兰辨认。贵姿佑刚一下车。李芝兰就大声叫就是她。 可是等贵姿佑走近时。李芝兰又犹豫起来。最后还是摇摇头说不是她。她不是带自己上山的老头。她俩的个头差不多。年纪也差不多。连长相都十分相似。但肯定不是她。 而且李芝兰还在那人的头上。打了个口子。结果警方第二次释放了贵姿佑。与此同时。在广州市南面的海珠区。 警方也被一系列的系列女士案案所困扰。白云区和海珠区的公安分局。在市局的牵头下。举行了一个高规格的案情调研会。对案情进行了仔细的研究。海珠区的案子中。现场都有一辆0.6吨小货车的痕迹。而金宝港上。却找不到这种痕迹。海珠区的案子中。虽然被害人也都是案子。 但尸体都是被抛弃在不同的地方的。而金宝港山上的女尸。虽然放在不同的山头上。却都是在一座山头附近。尸体相对集中。海珠区的案子中。凶手都对尸体有肢解的痕迹。而在金宝港山上的尸体。除了有刀伤之外。致死的原因一般都是用军用皮带恶警。最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。 海珠区的系列女尸案。与白云区的金宝港系列女尸案。是两伙不同的人干的。两宗系列案件无法串并。会后。金宝港案件专案组决定调整伏击点。原本的伏击点在金宝港山上。现在拉到金宝港山外。 一条能通汽车的路。叫红云路。这条路一边就是金宝港。而另一边则是铜和汽修厂等单位。所在的小山头。 把伏击点设在这里。能将整条路及上山的小路都观察到。正在警方分兵布阵的时候。 铜和派出所传来消息。金宝港上发现第四具女尸。 这具女尸是一名上山采药的人发现的。尸体位于一条上山的小路的路边。尸体全身赤裸。已经高度腐烂。 这条上山的小路。与李志兰被带上山的那条小路又不相同。虽然相隔不远。但却在白云药机场的门口不远。 两者之间还有几十米远。顺着这条小路上山。是通向金宝港山上的另一个山头。警方发现。能通向方圆几十公里的金宝港山。类似这样的小路还有很多。因此。凶手应该非常熟悉金宝港上的情况。警方几乎是防不胜防。 对尸体的检验表明。致死原因还是一条军用皮带恶警。死亡时间约在一个星期。尸体有被强奸过的迹象。手段与前三具女尸的手段是一样的。警方发了狠。将伏击点扩大。在保持旧红云路的那个伏击点外。 同时在旧红云路的两头和金宝港山上。再设三个伏击点。一定要将整条路都控制起来。谁也没有想到。这一伏击。就整整伏击了四个月。 这四个月里。警方伏击小组成员克服了种种困难。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。无论是蚊虫叮咬还是生病倒下。几乎都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。 只是整整四个月过去了。曾在八月份又疯狂作案的杀鸡凶手。 竟然像是从地球上突然消失了似的。一下子变得无影无踪。因此在十二月的中旬。在天气已经变得十分寒冷的时候。 金宝港山上的四个疲惫不堪的伏击组。全部撤下山。就这样。警方在百般无奈之中。跨入了1995年。 这天。即1995年3月5日晚上20点30分。依旧是铜河镇派出所值班时。值班的人仍然是庄红。 一名采药的农民前来报案。他在傍晚去金宝港山上采药时。竟然发现了两具尸体。 现场位于白云区铜河镇金宝港农场辖区。红云化工厂北部山岭上。 现场中心位置距红云化工厂700米。东部尸体是一个高度腐败女尸。头膝脚东。尸体全裸。呈仰卧状。 颈部有一条缠绕的白色纹胸。尸体膝4米外有一条皮带。南部有一条头东脚西德女尸。 严重腐败。呈尸骨状。距东部女尸15米。尸体上穿黄色棕驴。下身赤裸。尸体西南2米处的杂草中。 有一条蓝色牛仔裤。一条白色三角内裤和一条皮带。 距尸体17米处有一条生锈的铁管。长1.09米。 经过法医判断。两具尸体死亡的时间都超过半年以上。也就是说。是在去年的9月以前。就在警方调整伏击点之前发生的。警方决定。马上重新开始在金宝港上进行伏击。9月又传来不幸的消息。金宝港第二伏击组在山上。又发现了第七具女尸。该尸体已经白骨化。 上身穿着浅色的长袖女士衬衣。颈部被衣领上的一条带子绷着。下身穿一条蓝色西裤。在死者上衣的左半部有几个刀刺的窗口。 警法医鉴定。女尸的死亡时间起码超过一年。应该是在1994年的年中。也就是与第四具女尸的死亡时间相近。 这说明此案与伏击组无关。他们并不失职。11月。广州终于进入了冬季。金宝港上死守了整整八个月的伏击组。终于扛着手扇的工具。从山上走了下来。 至此。与杀鸡人的较量。警方完全处于下风。小小的金宝港上。竟然连续发现七具被人奸杀的女尸。 如果将幸运活下来的郑富英。陈慧仙和李之兰算上。仅他们知道的就发生了十起奸杀案。这样的事。不仅仅在白云区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而且在广州市广东省乃至全国。都实属罕见。 警方按下决心。不迫此案绝不收兵。全广州的刑警全部被动员了起来。广东省公安厅。 专门派遣了一个专家指导小组。驻扎在专案组负责指导破案。此案与张志成麻洋帮系列抢劫杀人案。两枪一府犯罪团伙入屋抢劫杀人案。被公安厅列为逼迫案件。时间到了1996年9月的一天。有名妇女到沙河街的中行储蓄所报案。说她在金宝港山上遭人抢劫。被抢去了一个有400块钱的存折。 她当时报了个假密码。估计那个抢劫犯待会会来取钱。没想到只过了20分钟。就有一个40多岁的老头走进储蓄所。拿出一个存折取钱。 女营业员当即通知经警将她擒获。并扭送沙河街派出所。由于案发地金宝港。是属于与沙河街派出所。相邻的同河派出所管辖的。于是沙河街派出所的领导。便决定将这个老头移交给同河镇派出所。而同河镇派出所负责此事的人。是副教导员庄红。 这种抢劫犯。当时的广州一天不知道发生多少起。庄红执委派了一个小民警负责审讯。她则去食堂吃饭。等吃完饭回来审讯已经结束了。小民警说案件非常普通。 抢劫犯是广东省武华县那边的人。今年四十多岁了。在同河镇的一个工地干活。据她交代。她是在沙河大街上盯上一个外省女人。就跟着她到了金宝港的斯文井那边时。就动手抢了那个女的一个存折。然后就去储蓄所取钱了。案情非常简单。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。当时正是严打阶段。 警察不知道每天会接触到多少这样的案子。身心早就已经疲惫。如果不是一些很大或是很特别的案子。都无法长久的占据他们的脑海。庄红让小民警再审一审。没什么问题的话。第二天就可以结案。本来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。但是庄红经过审讯事实。无意中往里面望了一眼。就这一眼。 庄红好像被触电了一样僵直不动了。脑海里一片空白。作为金宝港案件的参与者。她对整个案子的案情了如指掌。她的脑海里一直在响着一个声音。太像了。 她转身跑进审讯室。望着这个抢了400块钱的抢劫者。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个人太像贵姿佑了。这个人叫李文湘。当年45岁。她被以最快的速度押解回了白云分局。几乎白云分局所有的刑警大队人员。都同时收到了一个传呼。 速回。有杀鸡凶手的消息。李文湘是广东眉县地区土生土长的客家人。在审讯室中。警方专门找了一个会客家化的刑警。对其进行真讯。李文湘从警方对她的态度上。 已经知道了些什么。因此审讯非常顺利。从晚上十点开始。交代她在金宝港山上。所干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。平均每一个小时。李文湘就交代出一件在金宝港山上。进行的杀鸡案。等她将警方所知道的。七具女士杀害的过程都说完的时候。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。早上八点开始。 有三十多人组成的现场指认小组。带着李文湘奔赴金宝港。进行现场指认。李文湘很快指认了七具尸体的现场。令警方大为震惊的是。在下山的一条小路边。李文湘又指认了一个以前不被掌握的现场。警方在她指认的土坑中。挖出了一具已经白骨化的女尸。这是第八具女尸。审讯室中。 李文湘向警方交代。在1991年她来到广州干活。晚上闲着没事。她就跑到沙河大街一带闲逛。 有一次。她碰上一个二十来岁的女人。那是个暗昌。在那个暗昌的死缠下。她跟着这个女人。来到沙河天平家一带的出租屋里嫖宿。谁知道她脚刚踏入那间出租屋。衣服还没脱完。 从出租屋的门外。就冲进几个身高马大的外省人。他们不由分说。将李文湘臭揍了一顿。并将她身上所带的几百块钱也细节一空。临走的时候。 那个暗昌还不停地讽笑李文湘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这句话对李文湘的刺激非常非常大。过了一段时间。李文湘贼心不死。又跑到沙河大街上勾搭暗昌。 这次她搭上一个踢着短头发的暗昌。她将女人带到了自己干活的。红云化工厂附近的金宝港上。春风一度后不久。李文湘就发现自己得了性病。花了一大笔钱后。她才将病治好。 从那时候起。李文湘的内心深处。就对那些卖淫的暗昌。产生了一种变态的报复心理。她发誓一定要让那些害人的鸡婆。得到报应。警方分析。目前李文湘交代的八宗案件。都是在1993年。及1994年间杀害的暗昌。但在1993年之前及1994年之后。难道她就安分手挤了不成。 根据她作案的习惯。李文湘必定还有罪行没有交代。在加大了审讯力度之后。李文湘又陆续地交代了五起杀人案。其中有三起。是发生在天河区天平架一带的山上。有两具尸体后来被警方发现。但由于没有线索。都被荡成了悬案。至此。李文湘系列杀人案成功告破。 从1992年至1996年的五年中。她在沙河天平架。受狗领。同河镇的金宝港。斯文景和白云山上。共作案二十起。杀死暗昌十三人。重伤四人。 由几起没有伤人。两个月后。李文湘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。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 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白云区建区以来。最大的系列刑事案件到此落下帷幕。 无论男女。都请远离不良行为。好了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我是主播老黄瓜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。请在视频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。